大家好 歡迎來到歉音的Bangman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總共有A part B part 2 part 但這條比較抽象 因為牽涉到Log的圖像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這條題目 它說在Figure 裡面 The two curves represent the graphs of logometric functions 分別就是Y 等於Log 2X 2就是Base 底 還有就是Log 0.2X 0.2就是Base 底 再看看A part 它說叫你 write down the corresponding logometric functions for C3 and C4 即是C3和C4分別是哪個打哪個 這兩條 equation 事不宜遲 單個字出來再講 時間關係科技都好先進 放兩樣東西在這裡等你 第一樣是什麼 這裏就是整條題目 放在這裏 大家不用站在這裡節省時間 非常方便 第二 上面這裏是什麼 其實就是折錄至在我的這課書 這課書是Chapter 7 的內容精髓 在我Logs裡面 其實是兩幅圖 那我講過什麼呢 就是當Y等於Log AX Base 是A 底是A 如果A是大於1的時候 圖像大概是這樣 而如果A是大於0至1之間 就是0點幾 那你會看到 那些Y等於Log AX的圖像 就會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而事實上 哪個樣打哪個樣 那條Curve的高低 怎樣去分呢 舉個例子 你會看到 Y等於Log AX A是Base 如果你發現 A是越小 譬如2是最小 然後3 然後8 越小 如果A越小 它是越點 留意這裏的右手邊 10這一點的右手邊 可以嗎 就是這一個位 10這一點的右手邊 你會發現 如果A越小 它是距離XS 黃色的線是越高的 是不是越遠 看到嗎 但是如果 反過來 在這個情況 A是介乎0至1之間 0點幾的時候 那個數值 A 0.1 0.4 0.5 數值越小 它也會黏得近 XS 黃色的線 當然 你要留意 10這一點的 這一邊 數值越小 A越黏得近 XS 所以0.1是最近 接著緊隨其 就是0.4 0.5 越來越遠 就是這樣 可以嗎 所以其實在這裏 我們怎麼搞 看一看 它現在就問 這條題目 它叫你分辨一下C3和C4是什麼 你有兩個 第一個是Y等於Log2X 我已經沒有原念 就是怎樣呢 我一定會覺得 這個 C3 其實就是Y等於Log2X 原因就是它向這邊炒上來 其實就是這一堆線 向這邊炒 對不對 這點很明顯 Q點為什麼是10 問題是 為什麼它問你 你就算出來給它 好了 至於C4 都幾明顯 因為 紫色的線 是向這邊炒的 所以其實 向這邊炒的線 全部A 都是 0至1之間 0.幾 所以這個是Y等於Log0.2X 那A是0.2 所以還不是它 就是說這個是Y等於Log0.2X 對吧 所以其實我們都可以馬上 Apart寫答案給它 Apart 就是 C3 我們就會叫做 Y等於Log2X 至於C4 這個就叫做Y等於Log0.2X 0.2X 那Apart搞定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去Bpart 好嗎 我都覺得不太夠位 所以我也免得 那我就開 螢光幕的右手邊 繼續做Bpart 好嗎 我們在這裡做Bpart Bpart Bpart問你什麼呢 不如在這裡 不用Q去前面 那他就說C3 C4 就Cut那個 XS At A Point Q 在這裡 那他就叫你Find The Coordinates Of Q 究竟Q的Coordinate是什麼呢 如果你給我呢 我會在這裡想 用鉛筆 這一點Q點 是否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就不是的 這點Q點 其實 我不知退了多少 那我就叫做Q 好嗎 但是有沒有退上有沒有退下 退了過來之後 沒有退上沒有退下 所以Y位還不是0 所以其實合理地 你可以拿它做Q點 做小Q0 所以其實我們就來 由於這個Q點 其實有條綠色線通過它 是不是 C3這條線 就process through Q點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們得出的結論 當然是濕下去 我們一開始就是 Substitutes 好了 Q點 我用鉛筆給你 好嗎 我就叫它做 Q0 OK 合理 我這樣叫它 剛才解釋給你 就是 Into 綠色那條線 我給你足夠卡拉利 然後放它去Q3 再次重申 為什麼要放在Q3 原因就是 因為 綠色那條線 是process through 通過這個Q點 是不是 所以其實現在 我們要怎麼搞呢 就是 中文的同學 就是把Q點 叫做Q0 就是代入Q3 如果我們這樣 代入去的時候 真的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 現在你會見到的就是 這個Q3 就是叫做 Y等於Log2X 所以Y就是0 就會等於Log 然後2X 寫好一點點給你 好嗎 調整個位置 就是Log 我強調Base是2 然後裡面那顆是X 比足卡拉利 好嗎 就會等於0 在這裡就是問你一個什麼問題 又是問你一個Log的definition 就是問你2的幾多次方 說明就是0次方 就會等於X 可以嗎 所以其實 換句話來說 我再寫下去的時候 就會是2的0次方 就會等於X 我不再用這麼多卡 全部轉為藍色算了 其實2的0次方是多少呢 任何數個0次方都是1 所以等好後兩邊調轉寫的情況下 X在左邊 就是X等於2的0次就是1 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你也不難發現 其實就是換言之 所以 我們會知道 其實Q點 就會是10 那就 整件事解決了 搞定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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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 查一查看 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可以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